警方早前在元朗洪水桥村屋 倒破懷疑槍械武器庫,拘捕一家三口 38岁的儿子被控无牌管有槍械和弹药 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陈立明被控在6月9日 在元朗住所无牌管有一支 可以发射19口径子弹手枪 以及390法同口径子弹,暂时无需答辩 控方指警方是在屋内的保险箱 搜出涉案的枪械和子弹 由于信箱检报怀疑是购买无牌枪械的单据 无论被告如何答辩 案件都要交由更高级别法院处理 申请日后案件至8月6日 进一步调查被告获得弹药的途径 以及翻查社卡网站记录等等 裁判官批准申请一弯案情严重 拒绝被告新的保释 对策判官批准备